Hello,大家好,我是Catrine 那今天呢,我就要分享一位客户呢 她有软潮退化,还有提早更年期的问题 她用了什么营养来调理好呢? Nicole今年45岁哦 那她来找我的时候呢,其实她是要减肥的,减重 因为她有一个大肚男,她肚男很大 不管她用了什么方法呢,都减不下来哦 她大概也有少许的overweight啦 就是要减大概是43到5个公斤 所以呢,她就选择了我们的One To One Diet来减重 我也配AR给她,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她肚男,她很在意她的肚男嘛 加上她的shipping,她也很在意 所以我就说,你倒不如用我们的One To One Diet 你加速,加一个AR的调理来加速你减重 还有做shipping的效果 那我们的AR呢,就可以提高新成代学率 At the same time呢,她也可以帮她缩身 也可以提高她的那个硕身的效果 加上呢,你会看到她的减重很快 因为AR可以帮她调理她好的荷尔蒙 所以呢,在她用了一个月后的我们的这个program 她成功减了一个四个公斤 加上她的药尾减了六寸 其实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Nikol呢,她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哦 当我在跟她做这个consultation 加上我跟她follow up的时候呢 她就跟我说,其实她很早开始呢 在一到两年前呢 她的子宫啊,她的子宫部位呢就一直痒 那她也有给吃医生给她一些药 可是都处理不好耶 偶尔就会养一下,养一下 有时甚至是养住一个礼拜 那呢,她就跟我分享这件事啦 当了解清楚过后呢 原来Nikol呢,在两年前的月经量呢 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她有面对月经失调 有时候呢,两个月才来一次月经哦 她的体型,她肚男大啊,水肿啊 加上她的体型的变化跟体重的上升呢 其实也是因为呢,她月经失调的问题啦 而造成的,她也是有失眠 也会很情绪化,容易生气 然后加上她也容易忘记东西啊 今天跟她讲了,可能明天她就忘记了 所以呢,她就说 跟我分享了这些过后 我就告诉她 你也有可能其实是因为身体的老化 也是因为也有可能就是会有提早收经 就是提早更年期的症状啦 以后呢,就去看了医生呢 就是在医生建议她做一个验血 看自己是否呢,有提早更年期的现象哦 她的验血报告出来过后,其实是试的 她会有提早更年期 虽然她只是45岁啦 因为身体提早老化嘛 跟种种的原因而造成 所以呢,医生就建议她说 你打不如吃这个荷养药咯 可是Niko坚决是不想吃啦 她不想吃药,因为吃药有太多的副作用了 经过了了解过后呢 我就配多两个营养给Niko 那我就告诉她是说 Lansom呢,其实是非常有效改善你的染草退化 还有延迟你的更年期 加上呢,我就配多一个Boraji给你 这个Boraji呢,其实对于你的子宫部位很痒很干 是非常有效的 还有你的皮肤 我看你的皮肤也有稍微的干,对不对 那她就说,是咯,有点点干啦 那你就吃这个Boraji去针对你的干痒的部位 那其他的就是你就交给这个Lansom呢,来改善你的更年期的症状 So,她就OK啦,她就开始了 在开始两个月里面呢 就是她开始吃Lansom的时候 其实是每天吃两包Lansom的 在两个月后哦,她的月经就来了 然后呢,她加上我有建议她是说 你一定要补血啦,喝红枣水来补血 一个礼拜喝一天到两天 然后呢,一个月就是喝一次十全大补 她也有加上运动啦 所以呢,在做了这些改善过后 加上她也不要那么的stress啦 减少她的工作量 她在两个月后哦 她其实她的月经就来了 然后呢,她非常的开心哦 她说,哇,我不用吃药哦 就可以改善了我更年期的症状哦 加上我月经又来了 然后呢,我的那个子宫部位也没有那么 以前呢,一个礼拜养是养很多天的 现在哦,养的质量是慢慢慢慢少了 所以她非常开心哦 她的period呢,在前两个月开始要来的时候呢 其实她的量是没有那么多的 然后慢慢慢慢调理过后呢 她就看到非常的正常了 所以她就说,哇,我很开心哦 我不需要吃药哦 我的月经每个月可以来哦 加上哦,那个量也OK啊 虽然第一天到第二天是比较少啦 她的那个flow是比较少啦 但是第三天到第五天呢 就正常了 然后我的月经的那个 来月经的数天呢 天数呢 是大概是有五天 她就觉得非常开心了 她就说,哎 你们家的naturuit的营养哦 真的是非常有效 而且帮助到我不用吃药咧 那她也继续用这个 The one to one diet来维持她的身体啦 她也有继续用她的air 早晚都有喷两个棒 来维持她的shipping 所以她是说 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到她的 提早更年期的症状啊 所以她非常开心咯 然后我的分享呢 就是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 使用naturuit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 排毒抗发炎必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 就是使用H2 H2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咽必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呢 是有效的排寒湿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 The one to one diet The one to one diet的step one跟step two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 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 就是用Lice Park Lice Park呢 最有效是排血液的拉西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Netro非药物疗法的排毒 抗发炎和必病的效果